烈烈面狂冒浓烟 凶猛火势照亮整间店 无情吞噬货架上的商品 一大群民众站在对街担心火势延烧 整条街充斥消防鸣笛 多条水线瞄准电颊喷射 就在昨天晚上九点半高雄男子路上 一间五金百货突然间窜出火光 伴随黑烟迅速燃烧 业者店员还有左邻右舍第一时间冲向对街 街坊邻居紧急疏散 还不忘抱上宠物一起逃命 五金百货店员推测 这场火可能是打火机造成 那个小孩有买一个打火机 他妈在结账 我告诉你女儿有哪一个打火机 还没有来结账 他就叫他女儿叫得很大声 他女儿就冲出来 然后突然间就被人家掉 然后我们要赶过去看 是发生什么事情 烟火都越来越大了 会烧烤那些东西吧 会烧烤 一把火烧掉整间店 业者出谷损失金额惨重 但是当时购买打火机的母女 人已经不见踪影 或许就责还要理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我们下载TV 中文字幕——YK